赵丽颖给灾区捐了八辆大卡车的物资 不被偶遇都不会上热搜 自己从来不说 带孩子出去玩被偷拍 还要被道德绑架说不捐物资 现在打脸了吗 这里面的水 方便面还有面包都是很好的牌子 绝对是日常生活中 中等以上的品牌了 这么大的花销 估计最少也到几十万起步了 最关键的是 我看到有女性卫生用品真的好感动 无法想象女生在姨妈期间 没有卫生巾会怎么办 赵丽颖就是一直默默做好事 这个时候的物质真的是比钱更直接有用啊 太贴心了 有不少明星捐款 说实话就是为了立个人设罢了 有的人还想通过这样的事情 进行税务上的抵扣 但赵丽颖只做不说 有些人只说不做 这就是差距吧 基本上都是灾区的民众 看到之后发到了网上 大家才知道 赵丽颖做了这么多 捐的都是最急需的物资 比钱更应急 尤其是女性用品 吃原的是相对偏僻的农村 据当地人的最新说法 这些物资都已经发放到灾民的手中去了 懂得感恩且有很低调的人 作为河北明星 他怎么可能不计刮老乡 那些嘲讽赵丽颖的人 自己又捐了多少呢